第二章,五行玉山,双龙咸饼,水秀山林,一片盎然的绿意,连片的雪松将山峰装点得如同一块巨大的翡翠,在出生的朝阳之中显得嫩绿可人,在山峰对面,是一面巨大的山崖,山崖顶上一块横出巨石宛如英慧,正以搏击之势,怒对山峰,英慧崖石之下,一片淡淡的雾气缭绕,正盘腿坐着一名粗布衣袍的年轻人,看上去容貌普通,身材中等,和一般山野人家的儿郎没什么区别,一日之沉, 鸟儿出巢,野兽出洞,重置史明,山中一派欣欣向荣,那年轻人忽然睁开眼睛,平静的外表,却瞪着一双惊讶的双眼,青年一言不发,飞快地爬起来手脚并用往对面的山峰上爬去,只是身体似乎还有些僵硬,亮亮呛呛,数十丈的距离,就磕磕半半摔了好几次,等他费尽了力气爬上了山顶,往北面一看,忍不住一声咒骂,这他妈的视若如玉啊,翡翠般生机盎然的山峰以北,茫茫数万里的 群山,在此当中,只见云霞缭绕,神光如河,围绕着一座高出群山数千丈的灰红建筑,那建筑是一座下大上小的四方高台,最引人瞩目的是高台之上,一尊巨大无比青铜鸟雀素像昂然而立,围绕在铜鸟四周,则是一根根巨大古朴的石柱,高台的四个角外,距离高台数百丈的距离,各自虚空悬浮着一座九层宝塔,宝塔共有八面,每面一个门,九层宝塔的七十二道塔门当中,不时地射出来一道道奇异 伏咒,进进出出,上下飞舞,秘如狂语,黑森森的高台乃是用一丈长短的巨石垒成,每一块巨石之上,都有细密的灵光攒洞如蛇,宝塔的灵符,巨石的灵光,都不时地钻进外面那些云霞和圣光之中,每一次交流,那些灵符,灵光都会壮大一分,而那云霞和神光,则更是夸张地直接与苍穹之中的大日相连,一道赤岩一般的火光,正从日头当中滚滚投射而来,那云霞和神光得了这等滋补, 数倍,声势害人,这铜却高台,威压四方,便是连绵万里的群山,也成了他的陪衬,似乎这尊建筑天生便该俯视苍生,均临五月,在整个修真节,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地方,这正是九大天门用来专门关押魔道巨布的若鲁玉,摧灿上一世,就有无数正道中人每天叫嚣着要把他投进若鲁玉,他怎么也没有想到,自己夺赦重生之后,竟然会在这种地方,而这具身体以前的主人,竟然也是若鲁玉中的人,只不过不是, 是犯人,五罗在若鲁玉之中属于最低级别的仆役,一般什么事情都干,开门,给犯人送饭送水,地狱族刨腿取东西,将洗衣物等等,他浑浑噩噩,连自己怎么会在若鲁玉都不知道,摧灿夺赦重生之后,能够得到的有用的信息也是再少的可怜,只不过南荒帝君智会绝非常人所能相比,即便这样少的可怜的资讯,也能够推断出来,五罗虽然地位低下,但是能够一直待在若鲁玉这种地方, 也一定是有一番来历的,五罗是昨天贪恋一株珍贵药草,从那座鹰会崖石上失足掉下去摔死的,摧灿也是不走运,汗拔血坟,带着他的圆魂四处游走,却始终找不到一具合适的身体,眼看这时间已经来不及了,太阳一旦升起,摧灿最后的机会就要泡汤,正好看见了这具身体,他也没得挑拣,便一头撞了进去,摧灿吞噬了已死的五罗残存的记忆, 知道了五罗竟然是若鲁玉的人,第一时间被惊醒了,不顾一切冲上来一看,竟然真是若鲁玉,摧灿当时觉得是老天爷和自己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,以南荒帝君的气度,也忍不住大骂了一句,但是此时冷静下里,摧灿却心中一动,盘算了片刻,哈哈一阵大笑,大好机会送到眼前,岂可浪费,他朝天一指,贼老天,这份厚礼,我摧灿收下了,他当下一拍屁股,大步朝若鲁玉走了过去,没错,摧灿就是要回若鲁玉,知道了五罗� 他没有风,而是觉得目前而言,若鲁玉是一个最不起眼的地方,就算有人能想到南荒帝君摧灿能够夺涉重生,也绝不会有人能够想到他摧灿就躲在若鲁玉中,狂奔片刻,摧灿便和刘夹被苦不堪言,和把血坟收射了摧灿的圆魂,带着他奔走一夜,紧接着又修复了五罗受损的身躯,已经将最后一丝灵能彻底耗尽,此时沉在眉心一动也不动,没得借力,而这五罗,竟然丝毫没有修炼,只是一具凡人之躯, 顶着太阳跑了一阵子,自然就有些不济,摧灿上辈子何曾这样狼狈过,当时就想破口大骂,可是想想五罗那浑浑噩噩噩的样子,摧灿也就明白了,五罗根本没法修炼,想要修炼,最重要的是什么,不是什么资质,根骨之类的,那些固然重要,但是绝对不是最重要的,最重要的是慧根,修行重体会,感悟,领悟,同样一本秘籍,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,这才是导致修行差别最重要的原因所在,摧灿耐着性子一步一步 到了日头落山,才算是站在了若卢狱门下,近处看去,若卢狱更加可怕,四面高墙高不见顶,那具时尚的灵光到了近处才发现,一道道竟然粗如人比,以五罗的身体,便是随便擦一下也要完蛋,两扇三十丈高的巨大牢门上,雕刻着两头双爪如刀,怒目而视的弊案,如今的记忆之中,对这一双死雾弊案,摧灿倒是有些亲切的感觉,五罗之前替人看人,漫长无聊的时光,倒是经常和这一双雕塑聊天, 只有这死雾不会嘲讽五罗,静静地听着他的诉说,摧灿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,顺手从怀中取出一枚玉牌,这玉牌样子和符咒差不多,但是光秃秃的没有符头也没有符尾,这东西只是一个进出若卢狱的凭证,绝非符咒,修真借符师稀少,符咒珍贵无比,就算是最低级的九品符咒,也不是五罗这样的人物能够拥有的,摧灿将玉牌案在牢门上,一道灵光旋转,将他吸了进去, 憨子,刚刚进入若卢狱,一旁边有一声怒喝传来,你个小兔崽子昨天跑到哪儿去了,害得老子亲自来看门,一名身材高壮,穿着一身黑红香剑古仆铠甲的玉卒大步赶了过来,到了五罗面前,揪住他的脖子一把将他拎了起来,随手夹在了腋下,五罗毫无反抗之力,他的这具身体没有修炼,如何是已经到了,九宫,境界的凶悍玉卒的对手, 五罗的记忆,他虽然吸收了大半,但总还有些不太圆润,更何况五罗本来就是个浑浑噩噩的人物,摧灿好一回儿才回忆起来,挟持着自己的这名玉卒名叫荣天,乃是玉卒班头之一,在若卢狱中大小也是个官儿,只是为人上,这荣天颇有些肮脏,做事莽撞,欺软怕硬,平日里最喜欢拿五罗寻开心,这,憨子,的外号,也是荣天给取的,荣天抓了五罗,也不管什么看门指手了,甩给了两名玉卒,带着五罗带着五罗, 一步步而去,他跑得飞快,似乎有什么着急要紧的事情,一步跨出去,腾空而起离地半丈,一步便是十多丈的距离,双腿交错,飞快地便穿过了监狱大门后面那一条长达数百丈的石板路,他是快了,五罗却被颠得七荤八素,不知道荣天今日这是怎么了,荣天带着五罗快步穿行在监狱之中,经过了重重机关禁制,进入若卢狱的核心区域当中,一头砸进了一座古普石塔,然后并没有往上,却是一路向下,这期间,五罗的记忆, 亦仍在缓慢地和崔灿融合,渐渐地两者合二位一,不分彼此,崔灿也终于明白了,像今天这等待遇,与五罗来说还是好的,憨子没有会根,不能修炼,在若卢狱之中,五罗就是最低等的存在,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上来踩一脚,若不是因为某些原因,他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,上一世的南荒帝君崔灿,这一世的先玉仆役五罗,在荣天的乐下昂起头来, 只见荣天正带着他飞快地顺着一条石阶向下而行,荣天两脚飞快交错,虽然很着急,但也不敢像在地面上那样飞腾了,这让五罗有些好奇,这是什么地方,竟然让荣天这个魂人也如此小心翼翼,这条石阶长得不可思议,五罗朝前看,只见一片黑暗往往,似乎有神秘的力量在暗中主宰, 目力不可达至十步之外,他在回头往后看,当时又吓了一跳,石阶悬浮在无尽的虚空之上,好像一条线,无依无靠,随时都有可能断落下去,在那条,线,的尽头,连接着一只巨大无比的太极图案,两只阴阳与仿佛老吕拉摩,正在缓慢转动,一股股奇异的黄色灵芒不实闪现,五罗心中暗存,若如玉果然古怪甚多,早就听说这座监狱并非正道所见,乃是一座神秘莫测的上古遗迹,只是被正道占了去, 这才建成了监狱,看来传言不虚,只怕正道之人,都未能完全看透这座遗迹的全部秘密,那荣天一只臂膀夹着他倒是轻松自如灵活无比,苗是如此也足足下了一顿饭的功夫,才到了尽头,尽头之处,依旧是一片不可预知的黑暗,荣天伸着手在脚边摸索着,很快找到了什么东西,从怀中摸出了一枚玉水,塞了进去,卡,一声轻响,以荣天和五罗落脚的地方位中心,一圈环形光芒亮起,随即光环一层层, 的朝外照亮,五罗大吃一惊,石阶下的空间,竟然出乎意料的巨大,上一世他曾经游历天下,只怕一座数十万人口的小城,面积也不错如此吧,不过一座城市之内,城墙房屋街道树木,各种分杂设施堆在一起,绝对没有眼前这片近乎完全空旷的空间看上去更加巨大,之所以说近乎空旷,因为在这片巨大的空间之内,还矗立着整整72尊巨大的青色石印,石印高六帐,底部两帐建方,顶上各自雕刻着一头血, 栩栩如生的异兽,这些异兽有的渊庭月至,有的怒目争鸣,有的张牙舞爪,有的避逆天下,神态各异,模样不一,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那边是在眉心当中,都有三道血痕,荣天完全不知道这些石印代表着什么,五罗却是不同,他的眼光比起荣天不知道高明多少倍,让他吃惊的正是这72尊巨大石印,上古血脉,神兽一族, 这72尊石印之上的异兽,正是传说之中无比强大的上古神兽一族,遗留在世间的血脉,无论哪一头,都拥有比你大能者的强悍实力,而这些石兽眉心三道血痕,乃是一种十分罕见的封印法术,这72尊石印当中,竟然各自封印着一头异兽的精血,智慧, 圆魂,荣天站在这些石印下面,更显得石印巨大无比,五罗现在不能飞上高空查看,但是只是在下面扫一眼,他就约莫推断出来,这72没可怕的石印,乃是不成了一个玄傲无比的封印阵法,似乎是在镇压着什么东西,得出这个结论,五罗心中更是惊骇,因为整整72头拥有上古血脉的异兽,那滔天的气势,本应该在千里之外就能够感应到,但是五罗如今就站在这巨大的石印之下,却一点也感觉不到,说明, 这72头上古血脉的异兽,全部力量都用来封印下面的东西,再也没有一丝余力,72名大能者的战力,竟然还不足以将之彻底封印,饶是五罗上一世乃堂堂南荒帝君,此时心中也是一阵惊骇,这下面到底镇压着什么东西,容天随手将五罗丢在了一边,慎重地从怀里取出一只精致的木盒,打开来从里面拿出一枚三棱形的玉丛,这玉丛之上雕刻着枣形花纹,故意盎然,他将玉丛慢慢地插进了地面上一个对应的玉丛, 玉丛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,缓缓沉了进去,咔咔咔,接连三声清响,五罗和容天所在的地面,无声无息地沉下了,五罗看到周围皆是温润的白玉,材质竟然不下于修士们用来当作灵力源泉的玉丛,五罗宛如置身于一座玉井之中,一直降落了石杖,终于一旁露出了一闪门户,而脚下的地面恰好停在门户的底部,严丝和缝,容天抓起五罗大步走了进去,门户后面的通道同样是白玉拱器,玉闭发 玉丛发着柔和的光芒,通道内一片明亮,走出几十障,眼前又一次豁然开朗,空间玄傲地变换着,五罗现在置身于一面陡峭的玉崖之上,玉崖外面,是一片奇妙的虚空,布满了浓稠如同米酒的玉色雾气,在迷雾之中,红,青,黄,黑,金,五团神光朦胧闪烁,五座高达百丈的玉山若隐若现,五座玉山对应着五行之力,排不上也大有学问,暗和五行之道,借此运转,生生不息,五罗还没有来得及惊 荣天一惊扯着他跳了下去,轻飘飘地落在正前方的一座红色玉山之下,那云雾好似活物一般,看到有人来了,纷纷躲闪开去,云雾一开,忽然露出一颗猙獰无比的巨手,那眼珠子足有五罗那么大,圆滚滚地瞪在五罗身前,好在五罗上仪式历经无数风雨,否则这一下,定会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,饶是如此,五罗也被惊得不轻,后退一步,他才看清楚,自己和荣天,正站在一只粗大无比的圆形玉梁上,玉梁 玉梁的一头,正被那颗巨大的兽手闲在口中,转过身,玉梁的另外一头还有一颗同样的兽手,也就是说,这玉梁恰好被两只巨口咬住,五罗看那兽手有些眼熟,又瞅了几眼,有些恶然,这不是两颗龙头吗,龙这种神兽,任何人都很熟悉,但是嘴里闲着一根玉梁,看不到神兽下恶,跟一般人们经常看到的龙显得有些不同,五罗才没有一眼看出来,周围那玉色的雾气慢慢散开,两颗巨大的龙头后面,慢慢显得一头,正被那颗巨大的 玉梁露出真身,只见两条神龙,盘在火红玉山根上,扒起两颗巨大的龙头,一起闲着一枚玉梁,玉梁中后不韦,连着一根玉柱,斜插进那座灰红的玉山之中,五罗已经看明白了,心中更是惊骇,上面七十二头上骨血脉的异兽镇压,这里又有五玉镇压,双龙衔饼,这等阵仗,只怕连消失了几万年的仙人都能镇压,这下面到底是什么,容天将五罗放下之后,又从怀里取出来两枚菱形的玉牌,分别按在了 两条玉龙的额头上,轰,一声巨响,天地震战,两条玉龙忽然活了过来,缓缓向后缩去,吐出了口中的玉梁,容天也不管一边目瞪口呆的五罗,盘系坐了下来,双手不住在身前翻滚,打出一道道的手印,将十七道手印叠加在一起之后,容天从面部向下,一片红草闪过整个身体,他双手捏着法绝,一声闷喝,随后大口一张,猛吞了一口气,这一口只将周围的空气抽射一空,连远处那玉色的雾气都被 他吞了几丝进入腹中,太,给我落,容天猛然一声大喝,身子登时重若万钧,将那沉重的玉梁压得发出一阵嘎嘎声,终于慢慢地落了下去,玉梁带动着玉柱下压,在玉山之上打开了一道小小的门户,和整个玉山,一双神龙相比起来,那道门户根本就是一条细缝,但是这道门户才一打开,天地间好像轰然一声巨响,无数音符充斥其中,好似狂风暴雪一般四处乱卷,无数个声音在两人耳边一起说话,声声 将各种讯息塞进两人的脑中,五罗猛然想起来了什么,终于知道这玉山之下镇压的到底是什么了,然而已经来不及了,容天一把将一只口袋塞在他的怀里,一脚将他踹进了那道门户之中,五罗大怒,破口大骂,容天,如我不死,定报今日之仇,漫天魔音,浩瀚难当,容天根本没有力气跟五罗斗嘴,他强自支撑着,看着五罗落进了那门户之中,立刻双手一招,可是那两枚印在神龙眉心的玉牌 却只是轻轻晃了一晃,根本没有回来,容天大吃一惊,知道自己被魔音缭绕,功力大减,却没想到竟然倒退到了这等地步,连隔空举物这种武林高手都能办到的事情都有些困难了,这漫天魔音,还只是散溢出来的,可见下面那存在有多么恐怖,容天猛地咬破了舌尖,奋力一催体内残存的灵源,两块玉牌一阵剧烈晃动, 叮当作响,终于呼的一声飞了回来,玉牌一旦脱离,那两条玉龙灯时狂吼一声,震得这片天地瑟瑟乱战,神龙龙手一伸,张口闲住了玉梁,用力撑了起来,那门户闭合,漫天魔音缓缓消失,容天已经累得要须脱了,瘫倒在地上,好一回儿都不得动弹,他心中亥然,幸好自己抓了五罗,这个替死鬼,否则这次绝对难逃此劫,至于五罗的威胁,容天根本不放在心上,五罗这个憨子不能修炼,这辈子 注定一事无成,便是活着还不是被他容天随意捏扁柔圆,而且五罗这一回根本不可能活着出来,上一世和这一世的记忆虽然已经完全融合,但是五罗浑浑噩噩,不论是思维还是记忆,都没什么逻辑,散乱分杂,还有很多记忆的碎片没有被完全理解,而这一次,从那门户之中传出来的无尽魔音,等是让五罗又想起了一部分记忆,关于若鲁玉,一直有很多神秘的传说,比方说眼前,他所在的地方名叫黎人渊,之前 下来的那道长长的时间名叫攀魂锁,而这门户后面,则藏着若鲁玉最大的一个秘密,五罗刚刚掉进那门户之中,身后便轰隆一声巨响彻底关闭,眼前先是一片去飞,没过多久,便看到空中飞舞着一枚眉散发着淡淡绿光的符纹,这些符纹好像黑暗之中的萤火虫,照亮了整个空间,那些魔音消失得无影无踪,五罗仔细回忆了那段记忆,暗暗点了点头,往后是回不去了,就算自己能够打开这门户,也必定会被手 在外面的熔天杀死,往前,倒是还有一线生机,在那无数绿光符纹的映照下,五罗缓缓走过了一条低窄的通道,当前面出现一个洞口的时候,原本围绕在五罗身边的那些绿光符纹,好像找到了母亲的小鸭子,呼啸一声尽数涌进了那个洞口,五罗也不冲动,看着那洞口散发出来的浓密绿光,慢慢跟进去,漫天绿光飞舞,通道尽头连接的十洞足有六十丈高低,一百多张方圆,那些绿光符纹正在洞内欢快飞舞, 洞顶上高悬着一枚奇特的灵珠,灵珠之上不断有一枚枚只有蚂蚁大小的金色符纹进进出出,只有割卵大小的一枚灵珠,少说也容纳了数万枚符纹,这枚灵珠放出的光芒,好似一道帷幕一般遮住了十洞的洞壁,那些漫天狂舞的绿光符纹左冲右图,就是无力从那光幕之中穿过去,五罗看到那灵珠大吃一惊,这是已经失传了近万年的奇形符咒,乃是上古仙人的手笔阿, 而在那枚奇形符咒灵珠之对之下,有三根两人合抱的粗大石柱,石柱高三丈,表面刻满了一道道神秘莫测的纹路,一股股灵光好像活物一般顺着那些纹路不停地运转,每一个周天循环,灵光便会增大一份,三根巨大的石柱中央,盘系坐着一名枯兽老者,悠然自得,正饶有兴趣地看着刚走进来的五罗。